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叫做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 其实换一个说法还是这个意思 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这个社会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斗争 有的并不一定都是阶级斗争 把什么都叫阶级斗争显然是有问题的 大家知道文革的时候 甚至把小偷小摸都叫做阶级斗争 抓小偷这也叫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这不知道到底小偷是资产阶级呢 还是抓他的人属于资产阶级 也搞不清楚 按理说小偷应该更是无产者了 但是这个无产阶级专政是专门抓他们的 所以这个事情你就很难说 但是应该说世界社会上的斗争 不完全是阶级斗争 但是毫无疑问的 应该有一部分是阶级斗争 尤其是当宪政民主制度建立以后 其他类型的差别都在消除 比如说以前有等级的差别 有种性的差别 有种族的差别 有宗教的差别 在传统时代 由于宗教不宽容 那么宗教之间的斗争很厉害 由于当时实行等级制度 那么种性和等级之间的冲突也很厉害 但是在宪政民主制度下 第一他强调宗教宽容 政教分离 信仰自由 那么当然就淡化了不同宗教之间的差别 第二 他又实行所谓的民主制度 是吧 就是所有的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不不 那个 否定有人天生的 是吧 就比人高人 高人一等的 是吧 那么当其他的 同时这个近代社会 他一开始就是一个带有传球化性质的社会嘛 是吧 这个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头也讲到过 这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一建立就具有一种世界性 什么工人没有祖国啊 什么这一类的概念 是吧 国际主义啊 这一类的概念也是在这个时代开始出现的 那么这个时候啊 由于其他的这些斗争相对淡化 至少在理论上有这样的趋势 是吧 虽然这个过程可能是很漫长的一个过程 那么剩下的一种差异就是在 在法律上平等的公民之间仍然存在着贫富的区别 是吧 那么这就成了成了一个比较显眼的事 大家知道实际上贫富分化并不是资本主义才开始的 是吧 我们古诗里头就有什么 什么猪门九肉臭啊 路有动死骨啊之类的那个说法 是吧 不平等 很长时间就存在 而且按照马克思的说法 是吧 甚至在人类最初产生的那个时候 就是他当时认为的最早的那个阶段 也就是亚西亚国家 是吧 就存在着那个那个那个专制帝王 统治下的所谓的普遍奴隶制 是吧 也就是那个时代就有那种 就有那些不公平的那些那些现象 是吧 但是毫无疑问 到了到了那个宪政民主和市场经济的时代啊 其他的不公正 由于都在相对而言的都在淡化 是吧 那么剩下来的这个财产不公正就开始突出来 是吧 财产不平等就开始凸显 并不是说以前的社会就没有财产的不平等 是吧 因为以前的社会有各种各样别的东西 那么这些东西 这个这个这个解体以后 是吧 这些东西淡化以后 这个 有残者和无残者 多残者和少残者 是吧 也就是穷人和富人 就成为这个社会矛盾的很显著的一个一个特点 那马克思一直是强调阶级斗争的 而且大家知道 在1848年前后就是这个这个无产阶级刚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啊 当时欧洲的所有国家 其中包括走在最前列的英国在内 其实在这个民主这个问题上啊 当时的美国是走在欧洲的前面 是吧 但是这个社会主义 它本身是在欧洲起源的 而美国应该说是一个 那个所谓的天生民主的国家了 因为它没有经过封建社会这个阶段嘛 但是欧洲国家都是有封建传统的 而且欧洲的民主宪政虽然也有很长的历史 到了1848年像英国啊 德国这些国家都 法国这些国家都有 都有了比较稳定的那个宪政制度 但是呢 这时候的这个宪政民主啊 都还是和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宪政民主 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是 那个时候还没有普选制的 是吧 那个时候 绝大多数国家 其中包括英国 那个宪政制度最发达的英国在内 选举权都是有财产资格的 是吧 也就是说那个 没有财产的人 你是没有选举权的 没有选举权也就没有正常提出诉求的 这样一种可能 是吧 因此当时很多人都认为 这个无产阶级的解放 是需要通过暴力革命的形式的 是吧 因为 他不跟你谈民主嘛 是吧 你也不可能有 那个合法的空间 去谈这些问题 当然其实合法的空间还是有 只不过就是 与现在相比 那个时候的合法空间 显然是要 要窄得多 是吧 一般来讲 那个时候 工人没有明确的成立工会的权利 尽管那个时候 事实上是有工人的组织的 但是那些组织 大部分都是以 那种黑社会的那种方式 是吧 或者说是一种 半合法的状态存在 是吧 什么 像拉萨尔的那个团体 是吧 那个时候已经就有了 还有 布朗基的团体 是吧 那个时候也有了 还有一些很多那种 什么 各种各样的这种团体 什么四季社 是吧 这一类的 但是 应该说还是带有 很浓的那种 那种 那种 所谓的 秘密社会 是吧 就是和我们 这个 这个中国传统时代的 什么天地会啊 之类的 会党 具有某种 很有点相像 是吧 那么因此在这个时候啊 很多人当时都认为 这个 这个 阶级矛盾啊 不可能通过和平的途径 来解决 是吧 暴力革命是难以避免的 是吧 这个 恩格斯在 这个共产党宣言的初稿里头 曾经提到 说现在的这个代议制啊 是 只能代表资产阶级的 为什么呢 因为 这个代议制的 选民都是有财产资格的 他们原则上 都是资产阶级 是吧 而且他们可以通过 不纳税 是吧 呃 大家知道民主制度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就是 就是无代表不纳税嘛 是吧 但是啊 如果这个代 如果 这个 参与民主的人 都是只有 呃 纳税大户参与的话 是吧 那当然这个无代表不纳税 反过来就会成为一个 呃 就会成为一个问题 就是 不纳税 无代表 是吧 就是你 你不纳所得税的这些人就 就没有代表 是吧 那么这个 这个代议制本身就成了一个 呃 就成了一个 呃 就是和无产阶级无关的事情 是吧 呃 因此我们知道 现代 呃 现代民主制啊 发展到二十世纪以后啊 呃 有一个原则 还是很重要的 都是还是很重要的 的那就是完整的 那就是 Zuschauer的不代表无纳税 呵呵啊 而呃 无呃 无代表不纳税 但是这个原则已经不能反过来了 就是说那不纳税的人就没有代表 就是如果我是穷人 不交纳所得税 那我就没有选举权 或者说是我就不能推出我的 我的那个 那个代议者 这种现象现在就不是这样的 现在的民主是 只能实行无代表不纳税的原则 不能实行 不纳税无代表的原则 但是那个时候 这两者是合在一起的 不纳税无代表 因此恩格斯在 这个共产主义原理 他就提到 他说现在的代议制和无产阶级无关 因为无产阶级是没有代议权的 因此他说 这个无产阶级的解放 只能通过内战 还有一个说法 说这个无产阶级的解放 将要经过十年 二十年 甚至五十年的内战 无产阶级将在战场上 赢得自己的解放 那么因此在这个时期 这个暴力革命的思想 尤其是在1948年革命 这样一个一种背景下 他应该是在欧洲 尤其是在那个激进派中 相当流行的一种 一种观念 那个时候也不光是 无产阶级有这种观念 就是激进的民主派 也有这种观念 但是 这里指的是 这个统治者 不给你合法 博弈的权力的情况下 你不得不通过 这个暴力手段 摆脱这种 这种没有权力的状态 但是你摆脱了以后 会怎么样呢 是吧 你摆脱了以后 是不是无产者 或者说是 那个革命者 就可以采取 那种 就是和 以前历代的 那种样子 是吧 就是只要你长了权 就要镇压异级者 是吧 绝对不容 这些异级者 跟你 讨价还价 是吧 那么是不是这样呢 是吧 应该说啊 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 并没有 多谈这个问题 是吧 而且他们那个时候 谈了很多的 就是我们 首先要民主 是吧 关于这个问题啊 马克思 在当时的社会主义者中 算是比较 算是比较典型的 因为大家知道 从马克思 还没有成为 流亡者之前 他在德国 就经常为什么 新闻自由啊 反对书报检查 这些事情 和当局闹纠纷 是吧 曾经写过 那个马克思 最早的著作中 就有一篇是什么 评论普鲁士的 那个书报检查令 是吧 什么之类的 这些东西 是吧 那么他到了 他到了 流亡英国了以后啊 大家知道 他主要是在 德国侨民团体中 活动了 包括后来的 什么共产主义者 同盟啊 这些组织 都是主要是 主要是一个德侨的团体 那么德侨团体中啊 当时又很浓的 反对代意志的空气 是吧 这股思潮 马克思当时 把他们叫做 把他叫做 德国的社会主义 是吧 主要的代表人 就是什么 魏特林呢 这些人 还有就是和马克思 在一起 创办争议者同盟的 那个莎佩尔 维利西 是吧 这些人 还有在德国活动的 像魏特林 这些人 这些人的特点 就是 他们认为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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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没什么用 而当时的法国 也有一帮 就是代表 无产阶级的人 当然主要就是 以布朗基派为代表 是吧 这帮人呢 马克思恩克斯 当时啊 在1848年前后的著作中啊 有两个 频繁出现的名词 一个叫做 德国社会主义 一个叫做 法国共产主义 是吧 那么 马克思本人 曾经在1848年的时候 曾经 建议共产主义者同盟 应该迁到法国去 是吧 他自己本人 也曾经到过法国 而且 整个这一段时间 跟布朗基派 都有非常密切的合作 是吧 我后面要讲到 一直到1850年 他们才最终分手的 因此 马克思当时经常张口闭口说 法国共产主义如何 德国社会主义如何 是吧 而且他 经常都是在认证 德国社会主义 是不行的 是很糟糕的 法国共产主义 是 是 他是要 他是认同的 是吧 那么 法国共产主义 和德国社会主义的区别 在哪里呢 按照他的说法 说法国共产主义啊 是反对 当时的代议制的 是吧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代议制 实行的是 不纳税 无代表的原则 是吧 无产阶级是 没有代表权的 是吧 他说 但是 法国共产主义者 反对代议制 是非常正确的 是吧 因为法国当时 已经是资本主义掌权了 是吧 已经是 实现了 已经是一个 发达的市民社会 但是他说 德国社会主义者 反对在德国 实行代议制 那就是一种 反动行为 是吧 他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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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 当时还是封建制度 是吧 他说这个代议制 即便是无产阶级 没有代表权的代议制 他认为 也是一种进步 他说 这个魏特林这些人 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 在德国反对代议制 那是严重的败坏 社会主义民生 是吧 他说 这是我们要跟他们 划清界限 是吧 我们跟他们 绝对不是一回事 是吧 一直在强调这一点 所以啊 马克思这个时候 的著作中 德国社会主义 是一个贬义词 而法国共产主义 是一个保义词 而法国共产主义 当时是强调 暴力革命的 是吧 他的代表人物 其实主要还不是 马克思 而是布朗基 是吧 布朗基在1848年 革命的时候 就不断地讲专政 是吧 讲那个 革命专政 这个 这个词当然也不是 布朗基时代才有的 早在亚国宾时代 就已经流行了 是吧 那么 这个专政啊 马克思理解为 这是以暴抗暴 是吧 就是那个 你那个统治者 不让我们有民主权利 那么当然我们只能 只能就是 跟你对着干 是吧 但是在这个同时 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不断地讲 就是说这个 无产阶级的民主 是吧 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 重要条件 是吧 而且还专门在英国的背景下 早在1847年 他们就讲过 说当时 这个英国宪章派提出的 这些主张 是吧 这些主张的实现 就意味着 无产阶级的解放 是吧 他并没有说 在英国 这个 也要通过暴力革命 来实现 无产阶级的解放 大家知道 宪章派 当时提出的主张 是什么主张呢 其实核心的主张 就是普选权 是吧 实际上后来也在 英国实现了 是吧 因此可以说 我们现在看到的民主 老实说 把它称之为 叫做资产阶级民主 我觉得是很荒唐的 是吧 因为像这样的民主 恰恰是 那个 那个 无产阶级 是吧 或者说是 那个 穷人和当时社会的左翼 一直为之奋斗的结果 是吧 这个 在1847年 这个恩格斯就明确说 说是 现在的这个民主主义者 就是社会主义者 而民主主义者的代表 就是英国的宪章派 宪章派的诉求的实现 就意味着无产阶级的解放 是吧 他又 同时他又讲 他说我们现在 是用语言 来捍卫 无产阶级的这些权利 是吧 他说 但是啊 现在 我们在到处都受到暴力的威胁 他说 假如 这个统治者 使用暴力 使我们不得不换一种方式 来维护 无产阶级的权利的时候 是吧 那么我们就想用 别的手段 来 来 那个 来达到 我们现在要 用 那个言论 来达到的 那些 就是 来捍卫的 那些权利 是吧 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 一方面 马恩认为 这个 暴力革命 是难以避免的 是吧 因为这个无产者 没有合法 政治的这种 合法从政的这种权利 但是另一方面 无产阶级将来夺了权以后 到底是怎么实行统治 是吧 当时是他们是讲的语言不详的 是吧 没有仔细的谈过这个问题 是吧 那么谈的比较多的是 什么 就是那个什么 所有的人自由 是一切 每个人的自由 是所有人自由的条件 是吧 诸如此类的 这些话 是吧 但是有一点 就是早在 他们没有谈论 无产阶级 掌权以后 会怎么搞的时候 是吧 在1848年的时候 马克思就已经提到 这个资产阶级革命中 可能需要专政 是吧 他提到一件事 是吧 这个是 马克思的著作中 我们今天看到 第一次 涉及到专政这个概念的 一段话 是吧 1848年的3月 普鲁斯 是吧 那个自由派 开始上台执政 是吧 在当时那个 宪政民主运动 一浪高一浪的情况下 是吧 这个 自由派 反 就是 自由派打破了 那个保守派的底子 在普鲁斯 在普鲁斯取得了 那个 那个 主流地位 是吧 然后他们的 那个领导人 就是那个康普豪森 是一个银行家 他就提出 在普鲁斯要搞议会 要搞竞选 而且这个议会 必须有 立法权 是吧 那么他这个说法 当时就得罪了很多贵族 而且 尤其是得罪了 因为当时德国 不是个统一国家 大家可能都知道 德国当时有一个神圣罗马 帝国 是吧 号称是一个 有一个 号称是有一个 就像周天子那样的 东西 是吧 但是每一个国家 又是各自独立的土邦 那个 封建邦国 这个封建邦国 当时认为 普鲁斯的这个自由派政府 他们搞的这个宪政 有可能成为一种瘟疫 传到 那个德意志的其他邦 因此他们就开始温壤 就是由各邦联合出兵 把这个普鲁斯的自由派给 给赶下台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 康普豪森在筹备议会的时候 这个 他们就开始动用军队 是吧 就开始 向 就是威逼普鲁斯 停止这个活动 是吧 于是这个很快 6月20 这个康普豪森政府就被推翻了 那么马克思当时就在莱茵报上提出啊 说啊 在这种状态下 任何临时性的国家机构都需要专政 并且需要强有力的专政 是吧 请注意马克思在这里说的很清楚 第一 他讲的 不是无产阶级专政 因为康普豪森搞的显然是资产阶级的那一套 是吧 但是他说 这是 临时性的国家机构 是吧 都需要强有力的专政 我们一开始 就指责康普豪森 没有实行专政 这里很有意思 是吧 他们指责康普豪森没有实行专政 但是他指责的是 康普豪森 没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嘛 是吧 当然不是的 是吧 康普豪森也不可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康普豪森如果要搞专政 那肯定只能是资产阶级专政了 是吧 呃 他说啊 正当康普豪森先生 陶醉于立宪的幻想时 被打垮的政党 就在官僚机构和军队中 巩固他们的阵地 是吧 德国各邦政府 这时已经把刺刀提到意识日常上来 是吧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啊 你建立一个最好的议会 是吧 最好的宪法 又有什么用呢 是吧 马克思因为资产阶级民主派在革命和公开内战时期 迷恋于立宪幻想而痛斥了他们 但是 几十年以后 列宁这段话下面又说 可见这个立宪幻想是要不得的 是吧 马克思是主张搞专政的 是吧 那么这么解释可能就有问题 是吧 因为马克思说 这个康普豪生迷恋于立宪幻想而忽视了那个暴力手段 是吧 他显然只是为康普豪生的立宪事业没有成功而惋惜 绝不是说康普豪生如果不搞立宪 是吧 直接就搞那个和他镇压他的人一样的那种专制手段 是吧 那么马克思就会很高兴 是吧 就是如果你根本就不搞立宪 你和你和那个那个 那个普鲁士当时的那些 那些各个封建邦国一样 是吧 就是干脆就是搞赤裸裸的专政 是吧 那么这个马克思就会觉得 哦 这个康普豪生还是很不错 是吧 那当然绝对不会是这样的 是吧 因此马克思讲的 所谓的立宪幻想 显然只是说 这个康普豪生 他不应该在 那个时候一门心思的 只顾着搞竞选 而忽视了 这个专制者会重新实行暴政的这一点 是吧 他当然也不可能说 这个立宪要比 专政还要差 是吧 因为我们知道 如果说后来的社会主义者中 往往认为资产阶级专政 是相比起社会主义制度来讲 是不好的 但是没有人会认为 资产阶级民主比封建的专政还要糟糕 是吧 在马克思主义者中 一个常识性的 而且直到列宁时代 应该说也是常识的 那就是资产阶级民主尽管有局限性 但是还是比那个 还是比封建专制制度要进步 是吧 这是谁都知道的道理 因此啊 如果康普豪生面对的是无产阶级的抵抗 是吧 那么列宁这样说啊 你还可以说在列宁的逻辑中还有一定的道理 是吧 那就是列宁主张无产阶级专政 而反对资产阶级宣政 是吧 可是现在康普豪生碰到的问题 显然不是什么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是吧 康普豪生碰到的问题是 是他要在那个封建专制的镇压下 捍卫这个近代的宪政 是吧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 你显然不能认 你显然不是 你显然不能说这个马克思是反对宪政的 他只主张专政 是吧 那么马克思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很明显 就是列宁讲的 是吧 在革命和公开内战的时期 这个立宪很可能是不实力的 是吧 是不合乎 是不合实力的 是吧 因为这个时候不是搞竞选的时候 是吧 这个时候首先的耽误之急 就是要打仗 是吧 那么打仗当然是需要一种 暂时的状态 是吧 但是这个时候他讲的 还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的问题 是吧 康普豪生本身也不代表无产阶级 那么这个专政这个概念 大家知道是在法国革命的时期就已经出现了 它是一个拉丁文的词源的词 是吧 就是那个Dictatorship 是吧 这个词出现于古罗马 那个在近代啊 它就是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冒出来的 法国大革命 大家知道 近代文明 从它开始出现的时候 就带有很浓的这个希腊罗马的印记 是吧 因为大概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开始 当时先进的欧洲人 一般都是自称他们是那个希腊罗马的代表 是吧 认为这个中世纪是很黑暗的时代 这个中世纪 这个把那个希腊罗马的文明给 给压下去了 是吧 那么现在我们就是代表罗马人的 是吧 所以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有一句口号嘛 叫做革命者都应该成为罗马人 是吧 因此当时罗马的各种术语都在 都在当时又纷纷都 纷纷都服输了 是吧 其中就包括专政这个词 到了1848年革命的时候 这个专政这个词开始 开始进入这个无产阶级的 这个运动中 是吧 1848年革命的时候 是吧 六月起义的时候 是吧 伦敦的无产阶级 不是 巴黎的无产阶级 就是布朗基派了 是吧 就提出了 所谓的这个 这个 这个 推翻资产阶级 工人阶级专政的口号 是吧 马克思明确说 这是 被 资产者叫做布朗基思想的 共产主义 这 提出来的 是吧 实际上也就是指的 法国的布朗基派 提出来的 关于这个问题啊 最近我们写过一篇 关于无产阶级的文章 是吧 后来就碰到一位 南京大学的西兆勇先生 是吧 写了一篇反驳的文章 是吧 他说啊 马克思讲 是吧 被资产阶级称为 布朗基思想的 共产主义 是吧 他说这实际上是 马克思是不承认 共产主义是布朗基思想的 是吧 因此马克思说 这是被资产阶级称为的 而且他说 布朗基派不管提没有提 专政这个词和马克思没什么关系 是吧 因为马克思和布朗基的合作 按照他的说法 是在 马克思说这段话以后 一个多月才开始的 是吧 大家知道1850年4月 共产主义者同盟和布朗基派 正式签署了一个 一个合并的协议 是吧 他们要成立一个组织 这个组织很 是个很激进的组织 叫做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 是吧 这是由那个在伦敦的 布朗基派法桥 德桥组织和 共产主义者同盟 其中也包括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 布朗基主义者 是吧 因为大家知道 这个 这里我要讲一下了 马克思参加的 那个共产主义者同盟 最早叫做正义者同盟 而这个正义者同盟 再早一点 叫做四季社 四季社就是 布朗基成立的一个组织 是吧 但是这个四季社中 有一个德桥的团体 这德桥的团体 当时主要是在 巴黎活动的 也和布朗基派 有很密切的联系 是吧 那么这个 正义 这个四季社中的 德桥团体 就叫做正义者同盟 是吧 而且他们一开始 也是在法国活动的 因此可以说 整个这个 从四季社到正义者同盟 再到共产主义者同盟 带有很浓的 布朗基派的色产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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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